大家好 我这上来有点紧张 为啥呢 就是后悔当年辍学太早了 没用上一丝会 怕被那个高与彤的粉丝打 然后好 回归正题 我叫王静远 我看在座的好多都是老朋友了 然后但是我这个今天故事还得重讲一遍 尽量少讲点故事 多讲点干货 我首先自我介绍 我叫王静远 这个牛渡创投的co-founder 然后在2015年成立牛渡创投 成立牛渡创投之前呢 我自己没有媒体上写得那么高大上 那就是个马农 然后呢 黄言 就是个马农 然后呢 运气比较好 从中学就开始写代码 写到高二的时候呢 这个做了一个项目叫指向行空气 然后获了些奖 上了些电视 然后之后就被一个公司给收购了 然后呢 从此以后呢 这个就从马农走向了所谓的创业者之路 然后本科的时候呢 因为有些高中的时候 学了计算机啊 学了一些程序啊 学了一些高数啊什么的 所以有些基础了嘛 所以本科的时候就 一口气读了三个专业 就是大家所谓死亡率最高 复死率最高的三个专业 叫精算计算机和数学统计 然后呢 当然因为有些底子嘛 所以就是学的相对的比较轻松 所以呢 就是大学的时候呢 这个勤工俭学 一边这个上学一边创业 总共做六个公司 分别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 然后还有这个 进出口和跨境支付 然后当然也做一些投资 赚点小钱就开始到处投一投 然后到这个2015年 五月的时候 我从本科毕业 然后当时是被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的银色学者专业录取 然后呢 这个录取之前 就录取之后 这个暑假呢 没什么事干就去这个硅谷实习 在一个风投基金 然后当时进这个风投基金呢 就觉得 首先 风投这件事情太适合我了 因为他特别需要什么呢 他需要 他需要万金油 他需要这个人呢 又懂技术又懂管理 懂点金融 还能交朋友 然后呢 最最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得是个学霸 因为他你 你每天要学 你要每天要看到不同的领域 不懂的你就得一起学 我看到一个项目 哎呀 这个行业 这个创始人我特别喜欢 但这行业我一点都不懂 我就得一晚上呢 去把这个行业的百度知道 什么所有东西都得读一遍 我才能说这个项目 我有把握说 把它BP里的那些东西 我都看得懂 所以呢 就是学霸是必须要做的 然后呢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特别适合我 然后另外一点 我为什么想做这件事呢 是觉得 我说这个行业的人吧 每天都在讲创新 到处跟人讲创新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的人 自己特别懒 就是自己特别的懒的创新 就是一个非常 非常传统的一个行业 然后我就说 这个行业其实 很多年都没有变过 然后呢 我认为这背后 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变的 首先叫互联网思维 就是我觉得 他 我看到硅谷有很多基金 就一个人两个人 在管一个很大的基金 然后呢 里头有上百个项目 然后他们所说的 投后管理啊 帮投资人 对接这些资源啊 我觉得他们投了那些项目 他们可能连 创新给他 发的微信 都回不过来 因为他就这么几个人 管不过来 所以我们干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广泛撒网 很短的时间 我们聚集了60多个合伙人 40多个顾问 然后这些人 每个人背后 都有大量的资源 各行各业的资源 所以他们的资源就能帮到我这些创业者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做这个 我们觉得大数据啊 还有AI 对这些行业都会有帮助 这个我后面会讲到 然后 所以这是我早期的 最早的我们的八个人的团队 有一个人在国内 所以我们有合影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把Michael 是那个CMU 凯内金梅隆的计算机中生教授 也是计算机系的主任 前计算机系主任 请来做我们的partner 然后后来呢 我们又邀请了 总共大概40多位的那个顾问 各种很厉害的企业家 去帮我们做一些各个行业板块的咨询 然后这是我们投的 最早投的部分项目 我们没有更新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投 这是我们投的项目的logo 这些是他们的合同机构 或者说我们投了之后 他们投的机构 我们投的每一个项目 都会有一些 很厉害的大公司 或者一线基金投资 然后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想讲的叫 解剖人工智能 是朋友还是敌人 不单单叫敌人嘛 叫对手 为什么要讲这块呢 我当时想说 来纽约讲人工智能 要不要讲人工智能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 好多学fashion啊 学金融啊 听到人工智能 可能就想走 但我后来看到一个数据 细思极恐 为什么 他说专家们预测 未来十年 会有70%的工作 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哇 那我就觉得 那如果有一天 我们还不知道 人工智能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 已经被他取代了 这件事情很可怕了 所以我说要跟大家 分析一下 人工智能是什么 让大家对他有所了解 然后呢 去看看他能 对我们的未来的生活 工作和职业发展 能再造成怎么样的改变 我把人工智能的 这场革命 对标成了 跟那个之前 大概1870年左右 开始发起的 这个机械革命 做了一个对标 当时的机械革命呢 就是其实拿机器 代替了人的 muscle的体力的劳动 然后呢 现在的人工智能革命 我把它比作 就是给机器 装上了大脑 装上了神经 装上了眼睛 装上了嘴 所以的话 它能代替很多 原来机器代替不了的人的 脑力劳动 这就很可怕了 也就意味着 未来会有很多工作 都有可能会被 原来机器做不了的 现在机器全能做了 然后我们看到 人工智能的发展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就是这个 英伟达这个公司 是做什么的呢 玩游戏的人都知道 我们管它叫GPU 玩游戏的人 管它叫显卡 就是这个 我简单地说 就是机器人的大脑 做深入学习的时候 最需要的这个硬件 英伟达这家公司呢 从2016年到现在 我公司的好多人 都吃着他们公司的股票 就是因为 它从2016年到现在 翻了N多倍 它的产品 并没有卖得那么快 而是因为大家知道 人工智能要快速发展 所以大家都在 赌他们公司的股价 然后还有比如说 现在特别火的 这个苹果的发布会 现在就是 看到比如说 里头很多的产品 都用了人工智能 比如说这个人脸识别 就是人工智能的 这个 这个Computer Vision 这个板块 也是我当时发家的 一个方向 所以的话 我想比较系统地 去分析一下人工智能 大概分三 三个大板块 我把它看作 感知 思考和控制 我觉得呢 就是说 把它比作人的话 把这个人工智能 比作人的话呢 感知就是人的五官 眼睛 耳朵 嘴 然后呢 思考就是大脑 就是核心的这一部分 然后控制呢 就是我看到了 想到了 然后我想做事情的时候 控制机器 然后我会在 每个板块 大概展开举几个例子 然后大部分会是 以我们投资的一些公司 一些跑得比较好的公司为例 首先讲到感知 感知呢 就是还在我在说的五官嘛 就是嘴呢 嘴和耳朵 就是自然语域处理 叫NLP 最近就学了一个新词 叫NLU 就是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和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NLP呢 就是说 这个词我听到了 我给它翻译成 这个 就我听到一个词 我给它写下来 我能给它翻译成文字 然后我能大概理解 它是在说什么 比如说我听到苹果 那它就是我就知道对应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NLU呢 就是我听到了苹果 那我知道它可能是 可能是吃的那个苹果 可能是苹果手机 那我就要分析它的语境 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 Compute Vision 还有Vision Regulation 就是我来说的这个计算机视觉 这个包括比如说人脸识别啊 包括那个无人车的这个camera 就是识别这个物体之类的 然后还有人做不到一个东西 就是人关了灯看不见东西 但是机器可以 机器可以用雷达 可以用激光雷达 然后呢 这一块的话就相当于是机器的另外一种眼镜 然后我们投了几个公司 其中两家发展比较快的 一家叫Invi Invi这家公司呢 做什么呢 我最开始也没觉得它这个东西很厉害 但是它就是做语音识别的一个聊天软件 基于语音识别技术的聊天软件 它是 你没 就比如说我们用这个 这个苹果的iMessage的话 我聊天 聊天这个功能基本上是赚不着钱的 原来还能收过广告费 现在广告 原来还能收过短信费 现在短信费都不收了 赚不着钱了 它能干嘛呢 就是我没打 我打跟别人聊天 我说这个我们去吃饭吧 然后那人说好啊 吃啥 他把这个关键词捕捉到了之后呢 他就会给你推送附近 他spons 就是给他广告费的一些餐厅 说喝咖啡 那有什么可以喝的 哪有咖啡 然后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说去看电影 那他可能会推送几个 交过广告费的电影 然后呢 比如说 我说happy 我说就我很开心 那么就是微信的话 大家会看到 会推送出来一个开心的表情 就那一个 但是呢 他就能做什么呢 他不光是能推送出来 免费的表情 他还可以推送出来 收费的表情 他还推送出来 比如说一些 给他广告费的 一些IP的表情 就比如说 小黄人要出新电影了 为了让大家看 给他打广告费 你打开心 他出一个小黄人的 这么一个快 最开心的电影 开心的表情 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这家公司 他现在牛逼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从2018年开始 大家在美国用的 几乎所有的安卓 买的所有的新的安卓手机 都会用这家公司的软件 作为新的 就是作为官方的 流添APP 也就是说 我们当时 按一千万美金的 估值投资的 现在它每年 两千万的装机量 两千万的新用户的装机量 也就意味着是 每个用户会带来 大概一年 四块钱美金的revenue 那也就是一个 商业规模的一个revenue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现在估值会是怎么样的 然后下一家公司叫Open Open这家公司呢 它最开始是这个 做声音处理的 它可以就是说 我对着这个手机 说两分钟话 然后呢 这个手机就会 模仿我的声音去唱歌 也可以模仿我的声音 去说话 当时呢 是那个百合网的 联合创始人 想出来这个idea 就是他来到美国 他想他老婆 想他孩子 然后呢 就想说 GPS要是能用我 老婆孩子的声音 说话就多好啊 然后呢 他就开始做这么一个技术 后来做这个技术 又到VR AR爆火的时候 他又做了一个技术 就是说 我拍两张照 我能在虚拟的 VR AR世界里面 形成一个3D的一个影像 就是 然后呢 后来三星投了它 我们投了之后呢 是软银投了它之后 三星又投了 软银投了它之后 腾讯又投了它500美金 这两个公司 都跟它独立 独家合作了 而且SM 就是韩国 就是亚洲最大的经济公司 也投了它 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板块 它可以做是什么呢 它可以让 SM把旗下 所有艺人的虚拟版权 全给了它 也就是说 我们 比如说我有个朋友 他喜欢一个SM旗下的艺人 那么我就可以在他 过生日的时候 用这个艺人的虚拟形象 艺人的声音 录一段小视频 花个五块钱 送给他 说这个生日快乐 然后呢 像这种东西的话 看着就是 一个video 可能就花个三五块钱 然后对于他们来说呢 这个成本就很低 然后对于 比如说他又绑定 现在绑定了那个腾讯 绑定了微信 那也就意味着 微信的用户 全是他的用户 那平均每人 每天发个小视频 那他的这个 每年发一个小视频 那他这个付费量 就已经上亿 或者上十亿的规模了 这家公司 我们当时投的时候 估值也就三千万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 很多的这样的公司 通过AI的技术 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 快速地爆发 思考这一块 那就大脑嘛 那无论是人还是机器人 这些都最核心的一个板块 思考的话 一个最核心的技术 叫machine learning 或者deep learning 就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的APP 原来的那个计算机 能干什么事 就是我给他写一个公式 就写他一个程序 他就照着一个程序 套路性的出牌 然后呢 但这个套路是我交给他的 但现在他能做到什么呢 就是我给他扔一万个旗谱 他就能自己摸索出一套套路来 然后按这个套路出牌 就是他自己有学习能力了 那这件事就很可怕了 所以的话 这个思考这个板块 会被应用到各行各业 比如说fintech 我给他扔很多很多的股票信息 然后告诉他 赚钱是好的 亏钱是不好的 他就知道怎么赚钱了 然后比如说logistic 比如说这个物流 他也是 就是说 如何更好的优化物流的生态系 比如说我们投了两家公司 这家公司很牛逼 我当时投他的时候 创始人才19岁 现在21岁 我当时投他的时候 估值是500美金 现在已经变到一个亿美金了 他干嘛呢 他就是说 我做支付嘛 就是这个电子支付 现在比如说 当时我听一个消息说 印度收了90%的现金 就要把所有的transaction 全都放到线上 那么 大家就涉及到支付安全的问题 我会不会被人倒刷 我会不会 他们说那个苹果 那个Apple Pay 给你看一下 那个钱就被打走了 然后像这种东西 他就能避免 怎么避免呢 首先 他把支付理解成了 对人的行为的学习 就比如说 大家都输密码 我看到你密码 我就可以输你的密码 但是呢 都输密码的时候 每个人输密码的 这个节奏不一样 有人输得快 有人输得慢 然后每个人 输密码的时候 拿手机的方式不一样 每个人输密码的时候 拿手机的温度不一样 每个人把手机 揣在兜里的时候 走路的姿态可能也不一样 他就通过不断地 学习人类的行为 然后了解你 像你的朋友一样了解你 甚至比你朋友 更了解你的生活的 每一个细节 这样的话 他把transaction的这个fraud 就是这个 这个盗刷率 降到最低 然后这家公司 我们投了之后 Mastercard CEO投了 Forever 21 CEO投了 还有后来 这一期一个亿固执 也有好多大基金进来 然后Oh My Green 他呢这个东西 说low点 就国内现在炒 就是已经炒到烂的 这个生鲜电商 就是给这些大公司呢 大公司不是 谷歌啊Facebook 都有那个 就是零食饺嘛 他就把这个零食饺上 原来那些 不健康的薯片啊 可口可乐啊 全都换成一些健康食品 这件事情听起来 并不是很高大上 但是他做的 很牛逼的一点是什么呢 他通过AI的方式 把所有的东西 做到非常高的效率 他从这个库存 到这个运送 到这个 就是公司的 这个食品的架子 全都装了 那个很多的sensor 很多的这个 收集数据的 这些传感器 然后呢 把所有的数据 都收集到云端之后 通过AI的方式 告诉这个公司 如何去处理库存 如何去调整 这个配送的方式 配送的流程 然后如何给 给这个公司 每个货架上放多少货 是最efficient的 然后什么货 更受欢迎 然后他这些 他都能统计出来 所以的话 他能在把价格压得 很低的情况下 他还能有50%的margin 做生鲜配商 还能做到这么高的margin 就很不容易了 而且他都是 Enterprise的客户 然后Enterprise的话 那肯定是谁 谁价格低给 就是把单子给谁嘛 所以他在价格上 非常有优势 他这家公司 我们投资了一年 一下就从3000万估值 做到两个亿的 美金的估值 然后说到下一个板块 就是控制 为什么要控制呢 就是举个例子 我看到一个人 要过来打我 不管我是机器人 还是无人车 还是无人机 那我看到他了 我想他要打我 我要跑 那我要控制这个身体 我要躲开张外物 对吧 然后所以的话就是说 就是从脑子到肌肉 发的这个指令 对用了机器人 就要控制 所以在这个板块呢 我大概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无人车 还有机器人 还有这个无人机 当然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工业4.0的 机械手臂啊 等等很多 我们投了一家公司 其实我当时在 家里准备这个演讲的时候 就是说了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每一个公司 我都想说牛逼炸了 就是但后来这个 出于这个和谐角度 考虑就是把这个用词 稍微控制了一下 但是真的是 每一个公司之后 我都特别激动 这家公司为什么激动呢 创始人在 什么都没 这个公司就是 除了一张70页的BP 以外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就已经 三千二美金固执 拿到了我们的投资 拿到西门子的投资 拿到MBM的投资 做无人车 他做无人车几个特点 首先 他自己修路 就是我们很多 VC圈的人呢 会预计说 无人车不能跟 有人车在同一个路上跑 要不然出了事 算谁的呀 而且人 人出事的概率 其实比车大 但是撞了车 就来人 就来 就在计算机 所以的话 大家都认为 就是说 可能未来的无人车的情况是 比如说 我把三三这个城市圈起来 这个城市只跑无人车 不跑无人车 但是这样就 就跟政府谈就很累嘛 它的概念呢 就是说 我像地铁一样 我就修一条道 这个道上只跑无人车 但其他的道上 我还是跑有人车 然后到最后 我修十条道 二十条道 一条一条的修上去 把整个城市就连成了网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说无人车 不能解决交通问题 该堵塞还堵塞 那么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一 我所有桥都可以修车立交桥 但是它修路的成本 比普通车还要低 比高速公路还要低 原因是什么呢 它把普通的车 普通的车 我们哪怕是carboard car吧 我驾驶人坐在这 副驾驶坐在旁边 我这个车的宽度 至少是两个人的宽度 那它呢 说两人都不开车了 两人对着坐都好啊 所以的话 它把整个车 两个人对着坐 所以整个车 就是窄了一半 所以路也就跟着窄了一半 路窄了一半呢 修路的成本就低嘛 然后所有的车都不用停 就是只有到这个 快到停车的地方的时候 就跟火车一样 就并下去了 并到一个那个 那个慢车道上去 然后再慢慢地 并到这个停车 停车场上去 所以的话 就是 就是所有的车 不涉及到任何堵车的问题 然后这一家公司 最牛逼的点在于什么呢 就是当时我们投它的估值 虽然三个亿听起来很高 但是它很快的时间之内 谈下来四个城市 四个城市 它虽然说这个无人车嘛 可能两三年之内 还跑不上大街 但它每个 四个城市 签了 签了这四个城市 每个城市会给四个亿美金 交给西门子 帮它修路 一条路四个亿美金很正常 然后西门子拿到这个四个亿 这个城市 给它的十六个亿之后呢 会拿出百分之二十的佣金 交给我们投的一个公司 那也就意味着 这公司就谈下来这四单 直接三个多亿的 基本上是毛利润 就入账了 然后我们当时投它 只有三千多万的估值 那你想 这个市场会有多大 所以这家公司 我们觉得可能 很有可能会是我们未来 出现最早的一只unicorn 然后说到这个 说到无人机这个板块 无人机 像我们的CTO在这会儿 是这个板块的专家 所以我们一直 特别想投无人机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投 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在中国 有这个中国的骄傲 大骄 它的技术真的实在是太牛逼了 我们没有性投到它 但是它的技术牛逼到 我们在这个板块看到哪个公司 都觉得很有可能被这个公司灭掉 所以的话 它也拥有到人工智能技术 就比如说 通过图像视觉 我在无人机上装一个摄像头 我看着地 地变小了 说明我高度上升了 地变大了 就说明我的高度下降了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可以控制一个稳定的 一个特别平稳的高度 我记得大江在CES去年的一个展示 就是你把那个大江污温机 往天上实际一扔 就往天上实际一推 它会马上降回到原来的高度 它就可以特别稳地控制在一个高度 就是靠人工智能的算法 然后呢 我说 我当然举的那些例子 都是一些高科技企业 靠人工智能发家支付的 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公司 所有的就是 就是需要人工智能的公司 都一定是这些领域的 包括我们基金 包括很多其他的方面的公司 我觉得都有必要 为了人工智能 at least做一些准备 举我们自己的例子 我们首先 要让我们所有的合伙人 LP 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 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 所以我们自己做了一套 五分钟学习系列 当然了 不光是人工智能板块 我们投的每一个板块 我们都有做这个 五分钟学习系列 就帮助大家尽可能快地 知道这个东西能干嘛 它能对你有什么影响 第二点呢 我大概说 人工智能背后底层 最核心的东西 叫打数据 你必须得有足够多的数据 交给基层机去学习 基层机才能学到东西 就像人的阅历一样 所以呢 数据这个东西 再底层一层是什么呢 是互联网 是这个APP 移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最大好处 就是我们说 大家举到那个 OhMy Green那个例子 就是要装很多的sensor 要装很多的这个传感器 去收集数据 而我们身上 整天带的身上最多的传感器 不是Apple Watch 而是我们的手机 我们智能手机 能知道我们的定位在哪 我们智能手机 知道我们的体温 知道我们很多大量的数据 这些东西 都可以传到我们自己的APP上来 我们APP还能干啥呢 我今天收到多少张名片 我马上回家 拿我的APP拍张名片 这些数据 全都可以自动地 录入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所以的话 我们自己又开发了 自己的企业机服务软件 开发了我们自己的数据库 所有的我们看到的项目 我们收到的人脉 然后还有我们的企业平台 发生的所有事情 我们都输入到这个数据库里 这个数据库不是说 比如我看到一个项目 我就说我哪天 在哪看到一个怎么样的项目 而是说我看到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 它创始人是谁 什么年龄 从哪个公司出来的 这个项目 具体同事的行业 等等 所有的细节 我录入到这个数据库里 有什么作用 我在短期之内 可能看不到太大的效果 但是我每年 我回顾的时候 数据少的时候 我可以人工地回顾 我可以看是这个哈佛的 创始团队厉害 靠谱 还是比如说 耶鲁的创始团队靠谱 但是呢 一个再牛逼的投资人 他看了十万个项目 看了二十万个项目 他也不可能 把这些数据都记住 我可能 我投了一个公司 最牛逼的公司 创始人是哈佛的 所以我可能会产生 一个印象 觉得哈佛的靠谱 但可能我投过 十个哈佛的项目 九个都死掉了 而我投了耶鲁的八个项目 虽然没有哈佛那个跑得好 但总体加起来都还不错 但是这个东西 人是记不住的 人记住了也不客观 但是计算机能记住 所以的话 我觉得计算机 不会代替人去做决策 但是计算机 可以辅助人去做决策 当我有足够大的 数据库的时候 我再输入一个项目 它的创始团队 是哈佛毕业的 那么它会告诉 计算机会 Generator一个Report 来告诉我 所需要的所有信息 比如说哈佛的团队 在这个领域靠不靠谱 所以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数据量 还不足以扣 AI替我们做判断 或者说帮 辅助我们做判断 但是我们已经 提前地收集数据了 到某一天 我们收集到足够多的数据 我们的AI系统 足够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起飞了 那个时候 如果有任何一家公司 突然看到我们的 Ider很好 想收集数据 想再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会要他们 十年二十年 都不一定能追赶上我们 然后现在互联网上 很多媒体 说得特别火的 一句话叫做 人工智能 会取代人类的 哪些工作 我觉得这句话 有些问题 我觉得这么说的话 就把人工智能 说得很敌意 很恐慌了 我觉得人工智能 不是在取代 人类的工作 只有人类 能取代人类的工作 而人工智能 是辅佐人类的工作 我自己的观点 他们说 我这个观点 最受争议的 就是司机这个板块 他说满大街 都无人车了 那司机就没人坐了 司机真的 被人工智能取代了 我说那你把司机这个词 看得太狭义了 我说司机这个行业本身 是任何服务于 我们这种 transportation的事情的人 也就是说 我把Uber的这些员工 不管他是做UI的 还是在Uber里头 给人端 端查送晚的这些人 全都看作这个行业里的 从业人员 是这帮人 在AI的帮助下 产生了更高的效率 原来可能需要 一万个司机 才能服务的人 他们就靠一千个司机 再加上比如说 五百个工作人员 就把这些工作 全都做掉了 所以的话 是这帮人取代了 他们的工作 而不是AI AI干的事情 是辅佐这帮人 所以面对未来 面对我们可能面对的 比如说工作上的 机遇的挑战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首先 人工智能是朋友 要了解人工智能 跟人工智能交朋友 这样 当然说到 百分之七十的工作 可能会被取代掉 那么我们就要 跟人工智能交朋友 利用好人工智能 提高好我们的 工作的效率 然后呢 我们就做到 那百分之三十的人了 那百分之三十的人 未来虽然会把 那百分之七十人 替代掉 他们会创造 更多的财富 他们会创造 更多的价值 所以会赚到 更多的钱 所以我们要利用好 人工智能 然后呢 增强人工 增强人际沟通能力 增强自己的情商 为什么 因为跟人交朋友 肯定是人比机器擅长的 这件事情 人做不过人 人做不过机器 所以无论什么 在科技发展任何阶段 会跟朋友 会跟人交朋友 会取得大家的信任 是永远重要的 然后还有就是 人工智能做不到的 目前一百年之内 我们觉得 五十年之内 人工智能 肯定做不到的事情 创造力首先 然后跨领域学习 现在我们说的人工智能 叫弱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呢 要有创造力 要懂审美 要有情商 要懂得跨领域学习 但是我们 科学界普遍认为 五十年到一百年之内 是做不到强人工智能的 所以的话 在目前这个阶段 拥有跨领域学习能力 还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还有 不断地提升精神追求 因为说 百分之七十人 工作可能会被取代掉 然后呢 百分之三十人 会赚很多钱 无论是失业的人 还是赚了很多钱的人 他们到最后 都会需要 就有一些精神层面的追求 来提高自己的幸福感 而不是在靠原来 赚很多钱 吃很多好东西 来提高自己的幸福感 然后最后 还有一条捷径 就是我们投了 四十多家公司 这四十多家公司 还有我们牛肚在内 我们的下一期基金在内 我们都不断地 在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员工 投资人 各种各样的朋友们 所以的话 加入我们 加入我们牛肚Family 会是你们在 人工智能时代 最成功的捷径 好 谢谢大家 这是我的微信 欢迎交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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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